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可以填补很多跟月球的一些演化呀 形成的历史的一些空白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 人类从长远的时候 可能不会永远满足你待在地球中 所以人类它总是有条件的话 总是要向外太空去探索 探索新的家园 想象到月球将来建一个地面 建一个站 就是长期有人居住的那种站 就类似像咱们南极 北极那种科学考察战役 将来它会带动你打平行业的技术 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的 身体打平的技术 我们可以做模拟任务 然后再进行一个相关的技术 持背 那将来如果能够用在 真正的摊月的过程中 就相当于我们将来在列球上盖房 就要用到我们的技术 这个技术上的潜力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反正就这些是一种责任 对 它这阅长是要还回去 我们现在是一年时间 就是借用一年时间 然后管制队长还要还到太阳半冬 人家太阳半冬室 所以我们要实验是要在这一年内完成 感谢观看